音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設計師林亞文 我今天要示範的是五款髮帶 分別是鐵絲然後紐結 再來是金屬然後還有蝴蝶結 最後是蝴蝶結再加紐結的設計 那材料的話最重要最重要的話 就是要注意這一個鐵絲的部分 它的材料是鋁線然後跟軟管 這樣子做結合的話會使髮帶 使用的壽命會延長 那我們大家會做示範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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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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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給用平用整齊 用好之後 注意它有三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跟耳後跟頭頂 一二三 確認你要的位置之後 稍微像打結式的方式拉緊 再把它鎖緊 左邊到右邊 右邊到左邊 這樣就有兔子耳朵了 那假如你不要兔子耳朵的話 直接把它塞進去 全部塞進去會比較好看 不要只塞後面的 二分之一 全部塞 塞完之後呢 就會像這個 這個款式一樣 前面有個扭結 那第二個示範的話 就是這種鬆緊帶的扭結髮帶 如果你覺得不太好戴的話 我會建議你 綁個包頭或是扎個馬尾會比較好戴 要高馬尾 不要低馬尾 那一樣的方式 那一樣的方式 鬆緊帶稍微拉大一點點 然後套在 先套進去包頭裡面 然後再決定你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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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好位置之後 放在耳朵跟脖子後面 前面稍微整理一下 這樣子的帶法的話 主要是假如你有瀏海的話 比較不會整個用起來 直接瀏海會在這裡 會比較好整理 也比較好看 不會帶的很奇怪 介紹這兩個方法 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介紹這兩個方法 好 感谢观看